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成为你我 今天的亮光及力量 使我们越读神的话 也越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先来假设一下 若你当你口渴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 去找东西喝 对吗 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 以赛亚书第55章 在这个章节中 以赛亚用口渴的比喻 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而在这边 所指的渴 是指我们灵性的干渴 这会引发人内心深处 想要与神的对话 想更多认识他的念头 以赛亚说 当神的百姓 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将会渴慕神 渴望在圣殿中敬拜他 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是否也有渴慕神呢 趁着我们还能够寻求他的时候 不要迟眼 最近无论是国内 国际的许多新闻 更加让我们看见这末后的景象 让我们更加体会 人在生活中追逐着名利 诠释 拜偶像 人的这一性 被你生活中怨声载道 许多显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已经不是你我的能力 一朝一夕所能够解决的事 套一句一位属灵长辈所说的话 这样的景象 除非人真的看见 已经烂到底的事实 人才会更深的渴望 想要信靠神 这才是神要动工的开始 神破碎人悖念的方式 不是用权势 不是用能力 而是用爱 一个重价的爱 神给人的信息不是定罪 而是恩典和赦免 他对我们说 来吧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耶和华的救恩 这是一个免费 无条件的赐恩 就如以赛亚书55章 八到十三节中所说的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 当我们把经文看到最后时 我们看到的是 神所做的 所思想的 永远是完美的 这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人的想法往往带来自我和短视 但神始终怀着温柔和典续之恩 人的意念是暂时的 但神的意念是永恒的 人所顾念的是他自己 但神所牵挂的 则是他所创造的万物 人所想到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 但神所想到的则是他能够给你什么 神一方面的应许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 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这实在超过我们理解的能力范围 当神要人全心全意的爱他 我们实在不是出于人的想法 这神这样呼召人能够终日 以他的名为乐的生活 并行在他面光之中 若我们真的能够时刻与神同在 的这种想法能够升职心中 我们必须每天拨控把时间分别出来 亲近神 使我们的灵命能够紧紧跟他相连 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那荣美的生活 跟我们能够更加的贴近在我们的心里面 还有生活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 能看见你的道路和意念 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 我们愿意坚定性靠你的带领 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就求你让我们每天当中 在读经或随时随地时 都能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反复思想 也指教我们 带领我们走你的道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